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科技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日新闻要点如下 首先 我们来回顾中国互联网的30年发展历程 从1994年 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至今 短短30年 中国互联网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诞生了许多具有标志意义的物件和应用 特别是在智能手机领域 从最初的摩托罗拉 索爱 诺基亚 到如今的华为 小米 Apple Vivo等国产品牌崛起 见证了中国制造的实力和创新力 随着AI技术的加入 智能手机市场迎来新的变革 折叠屏和AI成为新的发展变量 市场竞争愈加激烈 其次 我们来看看最新曝光的iPhone 16级模 博主Sunny Dickson展示了iPhone 16的外观和配色 标准版提供5款配色 包括经典的粉色 新机依然采用直边方案 中框位雅光铝合金 背部覆盖绒色玻璃 手感和观感都非常不错 而后置摄像头则采用了与iPhone X类似的 竖排双摄方案 以便更好的搭配Vision Pro头显拍摄空间视频 最后 华为也有新动作 为即将到来的七夕情人节 推出了FreeBuds Lipstick二口红耳机的特别弹窗 该弹窗将于8月2日正式上线 用户可以通过智慧生活APP设置七夕主题 每次开盖连接时都会弹出鲜花弹窗 非常符合七夕的浪漫氛围 是送女友或老婆的绝佳礼物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腾讯 1994年4月 中国正式全功能接入互联网 成为国际互联网大家庭中的第77个成员 30年来 中国互联网从物到有 从小到大 从大到强 涌现出许多具有标志意义的物件 应用和平台 智能手机的崛起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 从摩托罗拉 索爱 诺基亚等国外品牌统治市场 到中华库联 中兴 华为 库派 联想 崛起 再到如今的华米 OV 华为 小米 Apple Vivo 四巨头 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经历了剧烈的变迁 随着三剧商用化 智能手机渗透率迅速提升 国产品牌依靠运营商渠道和补贴快速崛起 但也因运营商补贴减少而面临挑战 小米的互联网手机模式引发了市场的变革 华为 Apple 等品牌纷纷推出高性价比产品 逐渐占据市场主导地位 网易 博主 Sonny Dickson 曝光了即将发布的 iPhone 16 的极模 展示了新机的外观和配色 iPhone 16 标准版将提供白色 黑色 蓝色 绿色和粉色五款配色 延续了粉色这一受欢迎的颜色 新机依然采用直边设计 中框为亚光铝合金 背部覆盖绒色玻璃 手感和观感都很出色 后摄采用了与 iPhone X 类似的竖牌双摄方案 主要是为了方便拍摄空间视频 以搭配 Vision Pro 头显 正面依然是灵动导屏幕 刷新率为60赫兹 苹果在5000元档的手机中 依然坚持使用60赫兹低刷屏 显示了其独特的市场策略 网易 华为将在七夕情人节 推出 FreeBuds Lipstick 2 口红耳机的特别弹窗 这款耳机发布于今年4月份 巧妙地将无线耳机 口红 宝盒和手包的形态优势 融为一体 经过130道工序精雕细琢 打造出高级精致的外观 耳机盒采用圆柱形设计 配有高级感 素皮压纹 拥有咸月白和魅影黑两款配色 耳机机身选用高品质 高强度金刚 转轴处采用强度更好的材料 通过魅影成型工艺 历经130道精密工序 耳机还附赠一条定制皮链条 可以将耳机变成时尚单品 作为配饰任意搭配 设置七夕弹窗后 每次开盖连接都会弹出鲜花弹窗 仪式感十足 是送女友或老婆的绝佳礼物 网易报道 江苏首批十家省级概念 验证中心正式启动建设 旨在打通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的最初一公里 概念验证中心的建设 在欧美已有成功先例 但在国内仍属新兴事务 江苏省科技厅 省教育厅 省财政厅联合发布的 江苏省概念验证中心建设工作指引 实行明确了中心的功能定位和建设条件 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表示 概念验证能够加速科技成果的市场化应用 推动新兴产业发展 江苏省概念验证中心 南京鼓楼医院细胞治疗 与高端医疗器械领域 是首批中心中唯一由医院建设的 以资助多个项目进入转化阶段 在江苏集脆医工交叉技术研究所 一张铺在床上的床单 暗藏柔性电极 能够非接触的 采集人体生命体征信号 这项技术 由东南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刘承玉教授团队研发 已在康养医院适用一年多 刘承玉表示 概念验证可以减少后续科技成果 转化失败的风险 提高成功率 江苏省概念验证中心 南京工业大学负责人周志指出 概念验证阶段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环节 能够判断技术的可行性和商业前景 江苏省概念验证中心 江南大学生命健康领域负责人王立表示 概念验证中心可以为科研成果 提供早期评估平台 避免盲目市场化 并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 江苏首批省级概念验证中心中 七家由高校牵头建设 与科技园区合作 共同推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进程 江南大学通过产业基金和公益基金 解决了概念验证过程中资金不足的问题 南宫大概念验证中心的新材料微工厂 低碳制造项目已获得市场化投资 概念验证中心不仅筛选出 有望成功产业化的技术成果 也及时筛掉难以市场化的概念 江苏省概念验证中心 中国药科大学生物医药领域 和江南大学生命健康领域的概念验证中心 均拥有强大的专家团队和先进的设备 多位受访者表示 概念验证中心需要持续的资金支持 和政府的多层面共同支持 同时要加强自我造学能力 提升服务能力和项目存活率 网易 塔塔集团Totl Group 计划收购中国智能手机巨头 Vivo印度业务的多数股权 但由于苹果公司的反对 计划可能受阻 今年6月中旬 Vivo在印度的分公司面临被收购的境地 塔塔集团希望收购Vivo印度分公司的51%股权 并要求收购后的公司由印度主导 讨论已经进入后期阶段 围绕估值进行谈判 Vivo一直在寻求更高的估值 而塔塔集团对此交易非常感兴趣 但尚未最终敲定 知情人士透露 这一举动是Vivo在印度政府压力下 印度化业务的努力之一 塔塔集团一直在电子领域大举扩张 去年收购了苹果的制造合作伙伴台湾伪创的工厂 打入了苹果的主要供应商生态系统 然而 苹果对塔塔集团收购Vivo的股权表示不满 认为这会导致与竞争对手的合作 可能导致塔塔集团和Vivo之间的谈判破裂 近年来 印度对中国企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除了向小米、OPPO追缴税款、扣押资金 还逮捕Vivo多名员工 网易 360集团创始人周鸿一在ISCAI 2024第十二届 互联网安全大会数字安全峰会上宣布 360安全大模型对标准能力正式免费 主要对象是购买了360标准产品的用户 周鸿一表示 公司希望通过免费政策 让人人都能享受大模型带来的技术红利 实现安全行业的新制生产力的变革 近年来 360集团经营一直承压 报告期内规模净利润约为-3.5亿元至-2.4亿元 亏损背后 公司把资源投入到了AI大模型当中 推出了360安全大模型 为了训练安全大模型 公司投入了20年积累的安全数据知识 和10年的AI技术沉淀 调度了5000卡算力资源 200天的训练条优 360安全大模型 由攻击检测、运营处置、追踪溯源 知识管理、数据保护 代码安全等六大专家子模型组成 周鸿一表示 360安全大模型 在安全能力上超过了GPT-4 是安全能力上的专项冠军 腾讯 频繁接到AI骚扰电话的情况 令无数市民烦不胜烦 据解放日报 上官新闻记者调查 这类骚扰电话背后 有公司专门负责AI外呼电推 通过盲打方式 几乎将所有市民的电话号码全部打一遍 剔除确认有需求的 明确拒绝的市民后 再对剩下市民进行二次、三次拨打 如此操作挖掘出对种植芽有需求的市民 进而将这些信息出售给民营口腔诊所 近年来 生成是AI在技术上一路高歌猛进 但总有唯利试图者利用 AI技术在违法的边缘试探 非法收集、筛查并出售公民个人信息 实现了较以往的营销 更为可观的转化率 针对这一现象 我国刑法规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但现实中却普遍被误读或被漠视 有效的民事救济也能大大减少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发生 必须提升发送骚扰、推广信息的法律风险和经济风险 真正为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建好隔离墙 网易报道 独行的董宇辉给于敏红们上的重要一刻 八个月前 东方甄选因小作文风波引发舆论风暴 于敏红与董宇辉最终选择和平分手 于敏红在 致东方甄选股东朋友的一封公开信中宣布 将宇辉同行的股份100%转让给董宇辉 董宇辉以独特的直播方式迅速走红 为东方甄选带来了巨大的流量和销售额 然而 随着小作文事件的爆发 董宇辉的粉丝为其叫区 导致公司股价暴跌 为了平息众怒 于敏红专为董宇辉成立了与辉同行公司 最终 于敏红和董宇辉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布长文官宣分手 东方甄选在港交所公告董宇辉友好离任 业内人士认为 于敏红放行董宇辉或是双输结局 东方甄选失去了最大的带货IP 而董宇辉未来的发展也将面临挑战 网易报道 效率提升17倍 农产品运输用上无人机 7月2日 21架无人机成功将萃离从重庆乌山果园运送至机场 仅需7分钟 转运效率提高了86.7% 此次全国首次实现21台无人机协同运输 采用了联合飞机集团研发的TD550共轴无人直升机和Q24选翼飞行平台 低空物流配送在急、难、险、绕场景中的效率提升显著 联合飞机低空经济研究院院长向子涛表示 协同运输的关键在于不同大小 构型的无人机以及有人机与无人机的协同 无人机协同运输不仅解决了陆运的难题 还显著提升了运输效率 联合飞机的大部分研发团队位于北京 他们在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 勇于尝试和创新不断迭代技术 未来联合飞机将继续与高效合作 吸纳人才推动低空经济发展 网易报道 动视暴雪提振业绩 微软净利增长22% 微软在2024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中显示 营收达到2451亿美元同比增长16% 净利润为881亿美元同比增长22% 尽管Xbox硬件收入下降42% 但Xbox内容和服务收入增长61% 其中58%归功于收购的动视暴雪 微软CEO萨提亚纳德拉表示 Xbox平台和设备的越活越用户 已超过5亿动视暴雪发行的使命召唤 黑色行动6等18款游戏将登陆Game Pass 微软CFO艾米胡德提到 动视暴雪对收入增长贡献了3% 动视暴雪旗下魔兽世界国服将于8月1日回归 另一重点游戏卢士传说将于9月25日回归国服 游戏行业分析师魏明也指出 微软通过收购动视暴雪 丰富了其游戏内容库 有效缓解了自研游戏IP不足的短板 但用户留存率的影响还需时间验证 网易 被外界视为中国造车新势力代表的玉小李 其三位创始人的友谊在近期经受考验 2020年6月 何小鹏在微博晒出自己与李斌理想的合照 并配文三个苦逼在一苦思辩 然而四年多的时间过去 曾经左拥右抱的三人 如今火药味却十足 近日包括李斌和小鹏等在内的多位大佬 相继就车企自主发布周销量榜单的行为 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尽管他们中的部分人并未指名道姓 但外界普遍认为 其矛头指向的正是坚持每周发布销量榜单数据的理想汽车 面对同行的发难 理想则在朋友圈贴出掩耳盗铃故事的配图 疑似回应车企联合抵制理想周榜事件 回顾往昔 玉小李几乎算得上是处于同一起跑线的对手 然而 如今理想汽车在交付量 营收 盈利指标 以及市值方面都以较大的优势领先另外两者 网易 在新能源汽车行业 销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品牌及产品在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 理想汽车每周发布销量榜单的行为 在近期引发了新一轮的车圈舌战 蔚来创始人李斌在蔚来创新科技日上表示 月销量榜是各家公司普遍公开的信息 对上市企业而言 公布这一数据属于财务透明的实践 而蔚来二把手秦力宏则更加犀利地表示 希望其他公司发周榜时 不要带上蔚来 尽管未来的两位大佬并没有在发言中指名道姓 但在不少吃瓜网友看来 二人就差把理想汽车的名字念出来了 理想汽车最早从去年4月开始发布周销量数据 被认为在汽车行业属于首创 然而李斌和秦力宏的前述发言似乎并没有给理想汽车带来什么影响 7月30日中午12时许 理想汽车照例在官方微博 放出了2024年第30周 7.22-7.28的新势力品牌销量榜单 网易 随着近些年新能源汽车行业的迅猛发展 多家流淌着中国血液的车企 逐渐站在了行业的去光灯下 而说起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很难不提到新势力玩家中的三个代表选手 他们便是上文中提到的于小李 时间回播至千禧年 年仅26岁的李斌创立一车网 5年之后 理想创办了汽车之家 2014年 李斌投身造车行列 未来汽车应运而生 2015年 李想成立理想汽车 2018年10月 理想汽车的首款产品智能电动中大型SUV理想One正式发布 身为另外一家新势力车企 小鹏汽车掌舵者的何小鹏 在进入造车行业之前 创办了UCU市 2017年8月 何小鹏成为小鹏汽车的董事长 巅峰时期 未来市值一度超过传统巨头大众和比亚迪 然而 时过境迁 曾经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的三家新势力 如今已不再同一水准 2023年 理想汽车全年共交付新车376030辆 成为首个卖过30万辆年交付量大官的中国新势力车企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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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